嗨,各位車友大家好,我是李翰老師 你們是不是很想知道 像我一樣 從事卡丁車運動 從事競技車運動 要花多少錢 你是不是很好奇 我開箱,跑溪給你停 好嗎?OK 好,我先講 你可能一開始要先買一台車子 因為你要加入車隊,對不對 你必須要有車子 你可能可以自己去跟人家買 或者是你去跟車隊買 好,我先講一個就是大概左右的數字 然後這個車子 如果是在這個數字的話 如果要藉由就是 會開的人下去鑑定過沒有問題的話 或是他曾經就是會開的人的車子的話 這個價值大概就落在 我們講十七八萬上下 我們這樣就講 我們就這樣子講 十七八萬上下 OK 買車子喔 這個車子就是 會有車子 連引擎 然後 應該會有表 應該會有個賽車表 但是不會是太好的賽車表 但是應該是可以用的 是沒有問題的 OK 所以大概會落在十七八萬左右 這個車子是可以比賽 OK 所以如果 車子就不要再問我 如果今天 車子是 這個車子可以比賽 你就不要再問我 好嗎 因為我不知道 好 我不懂 我只 我 我只賣我自己的車子 或是我了解的車子 或是我 就是 信賴的 廠商所提供的車子 好嗎 OK 就不要再問我這些了 好 不然我 OK 不要傷害 好嗎 好 所以我們剛剛就講 買車子的費用 再來我們就來講 練習的費用 如果你今天是去 一個場地練習的話 通常一個車隊 會有一個地方 當作主場 去主場 通常都是最便宜的 因為去主場 可能就是會 免計師費 免運費 然後可能只算有錢 可能就這樣子 或是 或是場地費算少少的 就可能就是這樣子 好 但是如果正常一般 不是在主場的話 你就要有 運車 運車可能就是 兩千到三千 對不對 那你要計師費 計師費可能就是 兩千到三千 然後 練車 我是講練車 有錢可能就是 一千到兩千 OK 好 然後這些就是 你把車運過去的 基本開銷 再來 再加上場地費 啊有些場地是 以次計費的 可能 你就買 票 然後一張一張付 啊一張票可能 三四百這樣子 啊你一次下個五場 可能就兩千塊 所以你一天 哈啪啪啪 下來的錢可能是這樣 啊這不包含 就是你車子有撞到 你可能撞到 有換方向器 換連桿啊 或是你又換輪胎啊 或換煞車皮 這些都不算 我剛講的就這些 好嗎 我也不加給你看 好 OK 反正這就大概是 練車 那 如果 你今天是去比賽呢 好 比賽就有個報名費 可能就在 四五千塊到 七八千塊 五六千塊到七八千塊 不等看什麼比賽 好 看有沒有提供輪胎什麼 不一定 好 這就是 報名費 然後再來就是輪胎費 輪胎也有四五千塊的 也有五六千塊的 也有七八千塊的 OK 看比賽賽事要用的是哪一種 那你可能一次去可能都會用兩套 為什麼 因為你練習一套 比賽一套 對不對 因為現在的強度競爭應該不會是 用一套胎就直接跑到底 OK 應該沒有那麼猛吧 蘇馬克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 以前是不是都聽到說 蘇馬克拿舊胎然後贏人家 聽說啊 對不對 是不是 或者是 以前吧 或者是 這世界只有 蘇馬克吧 是不是 OK 因為我在台灣 我應該還沒有看過 就是 跑在前面是用舊胎的 還沒有看過 就是用人舊胎拿下去 跑在前面 然後最後拿回 好像 還沒遇過 我也還沒看過 因為可能 我接觸的比較短 時間比較短 可能見識有點短淺 我就我的所知 稍微講一下 我看來這近幾年 好像沒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OK 那你就用兩套胎嘛 報名費 再來就是祭司費 因為比賽通常有兩天嘛 兩天有祭司費 那祭司費可能就三千到四千 就這樣 還有祭司出勤的時候會有住宿 可能到別的地方會有住宿啊 或者吃東西 這些都會平攤 給車手 就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當然 這個比賽過程就當然就不包含你 你狀況如果有損害 可能喔 什麼你要換什麼 換筷子啊 換什麼 我講的不是吃飯的筷子 是那個 那個方向基柱那延伸出去兩根那個 那個筷子啊 或者是可能 什麼什麼 離離後的東西 保桿破了 車有把它彎起來 可是我彎起來 通常就給它彎啦 因為 對啊 有比賽嘛 管他的 不要再說 再把它交回去 OK 好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你看喔 這樣 如果 我們這樣講 如果你是一整年比賽都跑下來 然後練車也都有練 所以一年大概會在 我們就講個總額啦 好便宜的喔 便宜大概在五六十 就是客家賽車這種 像我們就是 我們就是客家賽車 知道嗎 好 OK 我也不知道講的對不對 反正就是這樣 懂嗎 但是精神是一樣的 是沒有變的 好嗎 五六十 一年大概是五六十 所以我從事了幾年 啊 不要算了 不要算 千萬不要算 我會害怕 OK 那如果是多的話 可能會在 大概就兩倍吧 可能就 一百二左右 五十到六十 可能就一百一百二 這樣子 一年可能一百一百二 一百三這樣子 那我是有聽說啦 有人一年花六百 我覺得這算蠻猛的 我也有聽說 有一年花兩百 OK 這也是算比較凶猛一點 但是 我覺得 如果以我客家賽車 可能就是 五六十吧 對不對 然後呢 對不對 如果就是再多一點 可能就有人 就是返北一樣 一百多 我覺得應該算 算中上階級 應該有啦 OK 好 接下來要進入正題 我為什麼要跟各位講這個 你有沒有發現我一直在辦賽車而已 有嗎 那你還不敢參加 沒有啦 開玩笑啦 就是 你懂嗎 總是要補貼一點 不然 對不對 齁 我 我講一句時代話 你看我從事這幾年 我 學到這些知識都是花幾百學到 對吧 我 對不對 是吧 然後 然後 因為我又很想從事這個運動 我又想再進步 對吧 所以我一定要找我們的資金來源 對不對 是吧 所以我就會想說 辦辦賽車營啊 對不對 噠噠 教練啊 是不是 然後 youtube是沒有想啦 因為我們真的是 你也知道 齁 就是 一開始 辦youtube真的是純粹分享而已 因為我們不可能像主流大眾 就是 可能他變成一個很大的主流這樣子 或者是 我覺得啦 如果以卡丁車的群眾來講 OK 好 所以 為什麼講那麼多 就是 我馬上要推出一個 卡丁車基本功的課程 好嗎 OK 一定要捧場 OK 李涵老師的賽車資金就靠你了 好吧 卡丁車的基本功 好 那 誰不能買咧 有參加過賽車贏的不能買 因為我教過 OK 如果你有參加過我的賽車贏 你就不要買 OK 這個我教過 知道嗎 那如果你沒辦法來參加我的賽車贏的 或是你沒學過的 一定要買 我從基本功開始教你 OK 這基本功裡面就會教第一階段的煞車 煞車總共分五個階段 基本功我就會先教第一階段煞車 OK 接下來 我從基本功完了以後 我就會開始 推出什麼進階啊 高階啊 這些課程 就會一步一步往前堆頂 但是前提是你基本功要先扎實 這樣了解嗎 那你之後如果你要買進階課程的話 你基本功一定要有買過 你才可以買進階課程 也就是你可能參加過賽車贏 你之後就可以買進階課程 或是你之前有買過基本功的 你就可以參加進階課程 我們是這樣 就是一套 學習的過程 因為它是一步一步堆疊上去的 OK 就像我講嘛 我就講煞車就分五個階段 那我基本功裡面就先教第一個階段 這樣了解嗎 OK 靠你們贊助喔 我學到的東西我也會都回回給你們 你就不用自己慢慢摸索了 真的 我以前都自己慢慢摸 直到現在 我加入了K1 有Jimmy 蔡成陽可以問 我終於不用自己摸了 哈哈哈哈哈 你看我笑得有多開心 是吧 但是我學到的 你們贊助我 我一定會回歸給你們的 好嗎 OK 所以這就是我拍這一部影片 最主要的目的 好嗎 我要推出就是 我們賽車基本功的線上教學 我們線上教學有個特色就是 我影片 給你們之後 我們會就是購買的人 我們會拉一個群組 例如說LINE 我們就拉一個群組 OK 你們有問題就可以在裡面提問 因為就是 因為這線上教學嘛 所以你看了影片 例如說什麼不懂 就可以在上面提問 然後再來就是 你們如果自己有練習 開車有影片 你可以丟上來 我會幫你一一講解 OK 好 我們先稍微規定一下 就是 我們每個人可以上傳三部影片 每一個人 每一個購買者 我們可以上傳三部影片 OK 好 你不管時間多長多久 你可以過一年後 再把這三部傳給我 也可以隨便 反正你覺得 你只要有疑慮 你想把影片錄起來給我看 想給我指點的 你就傳上來 好嗎 OK 然後我就會告訴你 哪裡應該修正 哪裡應該怎麼做這樣子 OK 好 謝謝各位的捧場啊 好嗎 靠各位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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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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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